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城市逃到树林 逃到旷野 走投无路 大卫就写了这篇诗篇 讲他当时很无助 很贫穷 无依无靠 而且有人要害他 有黑暗的权势要追杀他 没有容身之所 但他在困境中来到神的面前 呼求神 得了释放 也重拾了信心 这诗篇教我们今天在困境中 在无依无靠的时候应当怎么做 另外这篇诗也是人性与灵性的真实写照 一个人的真实人性和灵性如何 在平顺的日子比较不容易看出来 因为没有什么东西刺激他 但是当困难来到 在危奈来临时 就容易一难无遗 我们一起来读四篇五十四篇 第一节 神啊 求你以你的名救我 凭你的大能为我伸冤 这四篇很注重神的名 第一节和第六节都提到了神的名 神的名本为美好 神的名大有能力 一个困苦穷乏人 无依无靠的时候 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投靠他 投靠他的存在 呼求神的保护 一开始 大卫就把他心里所想地告诉神 他希望神为他伸冤 这是人性 当人遇到委屈 不公平的待遇 常希望伸冤 还他公道 大卫当时的情况 没有什么人可以帮助他 为他主持公道 他只好向神请诉 求神为他伸冤 第二节 神啊 求你听我的祷告 留心听我口中的言语 进入神的圣所 来到神的面前 可以祷告 可以讲话 可以诉说自己的困境 期待神的拯救和深渊 我们的神是听祷告的神 祂是现实的 美好的 祂的恩典 慈爱 每早晨都是新的 有的时候真的不容易 我们会失望 会痛苦 会不知所措 不知如何往前行 但我们要选择 要定义来抓住神 信靠祂 知道祂是听我们祷告的神 知道祂留心我们口中的言语 知道祂是爱我们 顾念我们 体虚我们软弱的神 第三节 因为外人起来攻击我 强暴人寻锁我的命 他们眼中没有神 大卫把祂所遭遇的告诉神 把祂面临的光景 向神倾诉 祂的性命 危在丹西 有冤无处诉 无人能帮助祂 在危难中 在情急之下 人会细数别人的不是 把对方的恶尽情地倾倒出来 好证明对方的不是 说明自己的无辜 换取同情 这也是人性 在这个时代 生活在这个国家 也许没有外人来攻击我们 没有强暴人 有意寻锁我们的命 但我们同样会 遍临黑暗权势的攻击 社会的动荡 不合圣经真理的政策 社会道德的持续下滑 黑白的颠倒 许多人眼中没有神 不敬畏神 许多事情 许多时候 神的子民觉得很压抑 无法呼吸 面对艰难的时候 我们一方面要进入神的居所 寻求祂的存在 使祂的同在拯救我们 另一方面要起来祷告 呼求神 以祂的公义和圣洁 来改变这个时代 第四节 神是帮助我的 是扶持我命的 扶持的意思是托住 神是托住我生命的那一位 我们来到神的圣索里面 来到神的面前 要相信 要看见 神是帮助我们的那一位 是我们生命的扶持者 所以我们不胆怯 不上胆 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号书 四章八到九节所说的 我们四面受敌 却不必困住 心理作难 却不自失望 遭逼迫 却不自丢弃 被打倒了 却不自死亡 第五节 他要报应我仇敌所行的恶 求你凭你的诚实 秘诀他们 大卫求神为他申冤 为他报仇 因为他认定 神是诚实的 是信实的 同时 他相信神是主持真理的 因为诚实就是真理 大卫心想 最好是神帮助他 做最彻底的报复 就是把恶人全部秘诀 一个也不留 大卫相信 以神的名 凭他的大能 并他的诚实 并能做得到 这样就能大快人性 这是人性 潜藏在人心里面的 真实的心情 平时看不出来 危难临头 这些人性会跑出来 使人惊讶 为什么像大卫 如此属灵的人 也会这样子想 这是人性 这是旧约 特别是在诗篇里 常出现这种恶毒话语的原因 神要让人看见 原来在人里面 即使是属神的人里面 都有这种可怕的恶念头 神要让人看见 让人知道 在人里头没有良善 连一个良善的人也没有 若不是神的怜悯 若不是他爱的拯救 人都必因自己的恶而沉沦 大卫在这诗篇中流入人性 把他的本性摆成在神的面前 把满肚子的委屈 向神倾诉 求神为他申约 第六节 我要把甘心记献给你 也很华呀 我要称颂你的名 这名本为美好 世人在无依无跨的时候 跑来投靠神 神的名是他的帮助 神是拯救他的 是为他申约的那一位 他要称赞神的名 这名本为美好 这诗篇的一到五节描述的 自大为的人性 向神祖愿 求神消灭仇敌 不错 人性是软弱的 但是当人照着他的本相 来到神面前倾诉 他就会得到释放 事情可能没有立刻解决 但是他重新得到了信心 他就能得到释放 第六节 大为的内心得到释放 不再比仇敌所困 他的心中满了赞美 他要献甘心记 他要歌颂神的美名 心灵的释放表现于赞美 能赞美表示他不再沉重 心灵的释放也表现甘心奉献 因为如果心灵沉重 心灵人比艰难所困 就不会有心想到神 也不会甘心乐意的献祭 而心灵的释放 也开启了他信心的眼睛 第七节 他从一切的急难中把我救出来 我的眼睛也看见了我仇敌招报 我们不相信大为向神祷告的那一刻 所有的事情都解决了 事实上也没有 圣经中记载后来 大为还是比少罗追杀了好久 这里是大为的信心 他相信神一定会帮助他 他相信神一定会为他申冤 救他脱离仇敌的追杀 心灵的释放 是因为他对神有信心 真知道神的名是美德 真相信神有大能 相信神会施行拯救 但愿我们这些本性软弱的人 对神有认识 有信心 好叫我们在人生 各种各样的难处中 心灵得着释放 信心的眼睛被打开 我们一起来祷告 阿爸天父 我们感谢你 透过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 在困苦艰难中 可以按我们的本性 来到你的面前诉说 求你拯救 当我们这样子 来到你面前呼求的时候 求你听我们的祷告 留意我们口中的话语 求你更是让我们的心灵 必释放 信心的眼睛被打开 于是 我们就可以看到 并相信 你是扶持我们生命的那一位 我们的一切只在乎你 于是我们就可以跨越 一切的困苦艰难 主啊 真是谢谢你 你是如此的美好 如此的大有能力 你值得我们一生来信靠 来跟随 谢谢主 求你祝福你的教会 祝福你的儿女们 祷告 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